未来经常往返美国的民众将可以享有快速通关服务 外交部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同步宣布 双方已经在4月4号签署了国际快速通关联合声明 台湾将会成为美国全球入境计划第七个会员国 未来只要申请成为了会员 利用快速通关 估计通关的时间可以从一个小时缩短为11分钟 不用排队无需填写入境的申报表格 所有的繁琐查验几乎全省略 这是美国力推的全球入境计划 只要持有会员国护照就能享有自动通关服务 不必在上以往在移民关的柜台排长龙 然后参加这个Global Entry的国员能够享有通关的便利 就像台湾的自动通关服务一般 扫描护照 生物机能辨识就能通关 但这项服务不是免费 而且有严格的审核条件 想成为会员得先透过线上系统注册加入会员 费用是100块美金 效期只有5年 接着面试审核通过 只要成为会员 未来入境美国就能享有快速通关服务 估计可省下4成以上的时间 最适合经常往返美国的商务旅客 平均60分钟的出入关时间 变成了11分钟的入关时间 那为了不要在美国海关有这样子长时间等待 我觉得这100块美金的话是值得化的 台湾从2012年获得美国免签待遇后 再度享有美国快速通关待遇 而台湾也是美国全球第七个 亚洲第二个加入会员国 而台湾未来也会对美开放 只要是全球入境计划会员的美国公民 未来在台出入境 也可使用自动查验的通关系统 记者黄六位张国梁台北报道